热浪席卷欧洲多个国家 其中英国迎来了百多年来 9月份最热的一天 南部的一些地区气温超过了34摄氏度 在这同时呢 西班牙西北部的灵火 已经烧毁了大约500公顷的土地 熊熊烈火肆虐 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 从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开始陷入火海 雨水短缺加上强风吹袭 助长了火势迅速蔓延 北部省份莱昂三个村子 有20名村民也被迫疏散 不过星期二的一场雨 有助于避免灵火的进一步扩散 英国星期二则面对1911年以来 9月份最炎热的一天 东南部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古镇 气温高达摄氏34.4度 天气变化也影响了植物的生长 天气炎热不少人选择到海边消暑 伦敦动物园也用冰块帮助动物降温 在德国这个星期的气温预计将创新高 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的气温 预计比以往9月份的气温高出摄氏9到12度 甚至比地中海国家还要炎热 比利市和荷兰一些地方的气温 也在摄氏30度左右